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表示 联邦宪法中以父亲身份来确认孩子国籍的规定 将改为以父母、父亲或母亲身份来裁定孩子国籍 他今晚在双微会展中心出席妇女 家庭及社会发展部举办的2024年国际妇女节庆祝仪式时表示 这项提议将于本月在国会中提成 我相信所有国会议员都会支持 如果有人不同意 那么他就没有资格成为国会议员 目前联邦宪法有关公民身份的条款中 只允许父亲把国籍传承给海外出生的孩子 但是母亲不能这样做 对此安华强调父亲将会被替换成父母 让人民在国籍传承权上享有更好的保障 宪法中的父亲将会被替换成parent parent是父母的意思 我们应立即改变 所以Bopa一词将会替换成Ibu Bopa 即父母或父母之一 上苍保佑 我们达成一个很有意义的成果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纳苏森 今日较早时披露 公民权修宪案已获得内阁的批准 他说 此前已和反对党议员及国会特委会接触 已就公民权修宪案进行讨论 我将继续进行下一步 例如举行媒体说明会 并与民间组织及国会议员接触 据此前报道 此次修宪涉及联邦宪法第十四一 B条文 即将母亲一词写入其中 让大马女子与外籍配偶成婚之后 在海外诞下的孩子 亦能获得公民身份 同时 根据联邦宪法第十四一 陛下的异议条文阐明 在我国出生的孩童 将自动获得大马公民权 因此有民间组织担忧 此次修宪移除异议条文 或将导致弃英无法自动获得公民权 进一步加剧我国无国籍儿童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